恭喜LGD 谢谢LGD来接受我们过去给我们的采访 先来介绍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老冠军战队小爸 首先恭喜你们夺得了亚洲杯的冠军 那么夺冠之后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感觉就是很爽嘛 因为本来心里也有多多少少有点压力吧 因为中国就我们一个队伍来了 然后我们也在整个亚洲参加了 就是代表中国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压力 然后现在夺冠的心情非常非常 下面回顾一下你们的夺冠经历 你们的决赛对手依然是MUFC 那么你在之前也是提到说 你也是第一次和有HYHY的MUFC教授 那么你觉得在他加盟了MUFC之后 这支队伍的实力有没有明显的提升呢 我觉得这支HYHY他加盟MUFC以后实力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慢慢适应他们打法 然后也研究一下自己打好自己的体系 我觉得打这种队伍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如俱玩了 你们这次压着背也只输了一场比赛 那就是肩膜战和MUFC的比赛 那么决赛你们再次面对他们的话 你们的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开始输他们我们也有总结过 输他们的原因还有不管是阵容上还是打法上 还是每个人的小失语我们都总结过 所以我们就吸取之前失败的机密 然后现在就赢得很辛苦 刚才的两场比赛 你们是在第一选选择了NA 第二选选择豆禄一是为了克制他们推进的一个体系 那么首选NA的原因是什么呢 NA是这个版本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加油吧 但是他有控制有爆发然后也能抓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版本飞帮继选 第一场他们也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选择了DP和NEC这个经典的推进组合 但是他们的推进并没有起到成效 场面被你们控制了 你来评价一下他们那场比赛的那套阵容 这套阵容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推起来很凶 但是我们这几个英雄不管是在线上还是游走上 都比较厉害 所以在他们没成型之前我们就直接把他们打摸了 所以就赢得比较顺利 第二场他们也是选择了小狗和树妖 我们发现MFC这支队伍非常喜欢在猎势路和你们强势打3v3 每次的效果都不怎么样 但是第二场的话他们的前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场面还比较的激烈 在你们前期人头落后的时候你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因为前面是小强一个失误 他学错技能和走位失误 然后导致三人路直接变成劣势 但是我们的阵容比较克制他们 比如说瘦王独狗都很克制小狗 所以打到中期就是我们能慢慢的帮回来 然后小狗也不是很好A人 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东南亚前面就有一个DOTA1的比赛是SMM 很多东南亚队伍为了那个比赛而亚洲杯 几乎就没有怎么训练 那么LGD这一次为了亚洲杯 有没有进行集训呢 有 我们之前拿来之前就一直在训练 就是为了打这个比赛 现在我们也是在吉隆坡 很多吉隆坡还有东南亚的玩家都觉得 东南亚DOTA的整体水平和中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 那么你对这个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觉得在选手个人实力上差距确实不大 但是队伍跟队伍之间的差距很大 因为在东南亚这边队伍或者国外的队伍 他做的都没有中国那么专业那么多职业队 一起研究一起训练 所以我觉得中国DOTA还是领先的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你们也是把冠军拿回去之后 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圣诞礼物 那么在回国之前要不要庆祝一下 或者是说shopping一下给你的家人 或者是女朋友带一点礼物回去吗 我们会去逛一逛 然后晚上会约了MFC的一起吃饭 可以吃饭 就会一起吃饭 回国之后25号七联赛 线下的比赛也是要开始的 你们所在的小组非常的难打 附近有DK for love 还有你们的兄弟针对老干爹的印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